大家好,我是Sherry 又来到我们数学教室的时候 如果同学都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like和分享 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影片就会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我们的课题是 小学四年级的小数加法 我之前也出了两条影片 是关于小数的认识 而在今次的影片里面 有些概念都会是来自之前的小数的认识 同学如果不记得了 或者想加深记忆的话 也建议先看那两条影片 然后再回来看这条小数加法 好,那我们开始了 来到例子1 3.4加1.2 在小数加法里面 最大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要对齐换一个数的小数点 当小数点对齐了之后 数字之间的位 其实都会对齐了 例如3.4里面的4 会对着1.2里面的2 它们都是属于十分位 对齐了所有小数点 和位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像平时做加法 由最右开始计 今次这条题目里面 我们就会由十分位开始计 就会有4加2等于6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很重要的小数点 然后第三 就是到个位的部分 就会有3加1等于4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4.6 来到例子2 11.8加7.51 刚刚说过小数加法的重点 就是要把小数点对齐 所以我们就会有现在眼见的这个值 这个时候同学应该会发现到 11.8的后面好像空了个位置 那怎么做好呢? 在之前的影片我都说过 我们学过一样东西叫做可铲走的0 就是说小数点最右手边的0 其实是可以铲走的 同时也不会影响那个数的数值 所以现在11.8等于11.80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8后面补一个0 所以现在两个数的百分位都有数字 然后我们又可以由最右手边开始计起 百分位0加1等于1 然后到十分位的8加5等于13 3我们会照写在十分位 然后就进了一个1去个位 记得千万不要漏了小数点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然后到个位1加7 再加上最后位的1 我们有9 然后到十位就会有1 所以答案就是19.31 来到例子3 0.36加9.2 今次我们都是在9.2后面补一个0给它 然后由最右手边的位置开始计起 那么我百分位有6加0 就是6 然后十分位3加2 5 然后到小数点 再来就是个位0加9 9 所以最后答案就有9.56 说完三条例子 我们就来一个check point 那现在有两条题目 同学可以用少少时间试试完成了它 那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暂停了影片先 当你完成了之后就可以继续播放了 好,我们来一起对答案了 A题0.4加15.84 直式我们会这样写 最重要就是对齐各小数点位 这一题我们会在0.4的百分位里补一个0给它 然后就开始由最右手边的百分位开始计 0加4等于4 然后到十分位的4加8等于12 2 那2就会照写在百分位 然后1就会进去个位 记得中间小数点 小数点是不会改变它的位置 再来到个位 0加5再加进1 就会有6 然后10位是1 答案就是16.24 B题3.82加2.09 直式我们会这样写 又是记得要对齐小数点 同样地都是由最右手边的百分位开始计起 2加9等于11 1我们会照写在百分位 然后就进多个1去前面的十分位 8加0再加进1 等于9 然后就到小数点 小数点记得是不会变的位置 然后再来就是个位的3加2等于5 答案就是5.91 今天的课堂来到这里 那今次我们就讲完小数加法 下次我们就会讲一下小数的减法 另外如果同学在课程上面有任何的困难 或者问题的话都欢迎随时来找我们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